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早上好 欢迎你又回来我这个频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磨蝶沙 今天我们会去过去附近一间潮州菜里面 吃一个晚餐 我们出发吧 又是时候跟大家讲讲交通情况 去这个餐厅 它是在磨蝶沙地铁站 和赤江地铁站的中间 因为这两个地铁站其实是很近的 所以我们是选择在赤江地铁站的C出口出去 出了站之后继续往爬州的方向走 大概五分钟左右 再往左转就会到的了 如果离开广州太久 观众可能对磨蝶沙没什么概念 我正前方就是将来广州新发展 最劲的地方叫爬州 我们看到已经建好一栋大厦 在左边这栋是华新集团的大厦 我曾经大概在两年之前 就在附近上过班 不过那个老板已经 为什么说今天要过来吃潮州菜呢 我记得当时 我还在那间楼上班的时候 还在那间公司上班的时候 公司的潮山同事 很喜欢过来这间潮州菜馆吃的 我们就在前边在这里过马路 我刚刚拿到车牌的时候 经常在星期六早上会开车上班 每一次开车上班 我就会经过前面这条路 对这条路我开车非常熟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又来独餐牌时间了 首先 揭开餐牌 看到这里 很多这些沙窝粥 看上去价钱都挺厉害的 然后转过来这边 就是拼盘 还有这个丝头鵝肉 58元 还有这个鵝肝 我曾经试过去散尾吃过一次 鵝肝非常好吃 今天因为跟老婆 子女 老婆和女儿过来 不吃鵝肝了 他们说 吃得油腻的东西多 通常如果这些 整班朋友过来 就非常好 再转过来这边 这个厉害 38元 生煙 血痕 这个应该读痕字 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字 我们会点一个 死就死 试一下 这个叫做潮州毒药 我很久之前 跟朋友吃过一次 哇 当时吃到 停不了口 不过 这个也是小吃为妙 这么久没有吃过 试一次 死就死吧 最初我们原先是想点这个 看到有蟹 确实有点害怕 都是这样算了 这个是800元 再来 如果在家附近 有一间叫做卖衣的餐厅 潮州餐厅 亦都是会经常有 叶咸蝦 他们会叫做叶咸蝦 其实叶咸蝦 类似这个 卖衣那里 电视宾馆旁边的卖衣 他们的餐厅 的叶咸蝦 大概是三十多元 这里稍为贵一点 当然品质不同 然后吃潮州菜 又怎样可以不蘸蝦 我们会蘸蝦 既然蘸蝦 既然蘸蝦 当然会蘸蝦 这个潮式炸豆腐 28元 看上去不太贵 这些新鲜炸在身 非常好吃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三个人 再蘸一个主食 只能叫一个牛肉芥兰 三十五元一个例 如果喜欢喝啤酒 其实应该蘸蝦 酵油鱼 我们蘸蝦 蘸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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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早个月或者九月份 应该会比较好 现在可能没那么高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但这些,就算大店、小店做起身 都不会很容易做得难吃 就应该是这样说的 哇,你看我的手 这个是我的mini12 你看,无处安放 超厉害 这个是以前和同事 这种是潮州菜 如果在后面那些,就像那些味蕉蟲 先试一下这个 在泰国有很多这些生意的 泰国有些像潮州 是,泰国当然像潮州 先试一下血痕 这里不算血了 我以前吃过一些重血 嗯 哇 先试一下 跟我以前吃过的血痕一样 吃到它的蒜蓉的味 再来就是背 应该说是个痕 哇,鲜到很爽口 吃过所有任何的 潮州,不是潮州 所有的日本寿司 那种爽的程度 都比不上 如果真的要有一种日本寿司 那些刺身比得上 应该就是赤倍 嗯 哇,你看 这一粒有些好像滴血那样的感觉 哇 香港叫做炒贵椒 嗯 我们叫做果条 嗯 哇 哇 像不像一些血呢 所以它就叫做血痕 就是这个意思 哦 哦 我 我 我今晚四五年没吃过这些味道 因为这些味道真的不敢吃 就好像前几天有观众在直播那里问我 你有没有吃过顺德鱼生的 我当然吃过 但是那些真的不敢吃 太多 跟这一味道一样 嗯 哇,这个好 我们试一下个炒贵椒 我呢 就整天都是这样叫 这一味潮州的名食 贵椒 贵椒 其实是普通话来的 那如果 都要用粤语 即是广州话来读 应该读 果条 是吧 香港就不是这样 是的 那 我很久之前和老婆去泰国旅行 香港叫桂椒 一上来司机就说粗口 那他就形容着这一味炒粉 炒粉 炒粉 我形容它为炒粉 因为这些 因为这些其实 是和我们广东人炒的河粉 其实是很相似的 只不过它会窄些 和它是切出来的 我们试试先 嗯 嗯 第一口吃下去呢 他和我们上次去满记那里吃的 有二谷同工之苗 是那些粉 因为这个也是讲锅器 没错 视频师说得对 我们试一口 里面是有牛肉的 试试 看他们这种牛肉做得如何 嗯 又挺好的 不会做到很老 当然是 潮州人做牛肉 薯理牛肉 应该也是 没得谈的 我以前不太喜欢吃的味道 炒粉 就是因为我本人是非常之不喜欢吃鸡蛋 它是有鸡蛋 不过呢 我们看到他们今天 他们餐厅今天下的鸡蛋 应该不是鸡蛋 是鸡蛋 就不下鸡蛋 是鸡蛋 是那种很有很有鸡蛋 没错 就好像用到这样 吃起身 完全不会说 垂着眼睛 各种的 挺好 嗯 这个真的挺好的 它的鸡蛋 没有上星期那种 那么有一种焦香味 都算是这样 但是都算很好 因为我们广东人做 炒牛河 是要 加些芽菜 他们不加芽菜 他们是加这种 芽菜 跟上星期我们去吃的 炒牛河 满忌鸡仔粥一样 它都是没有那么多油 不像说 吃到整个碟底都是油 如果上星期 我们去满忌鸡仔粥 吃那些叫 叫做一的话 我这里顶多叫做二 我觉得 如果是我炒 就叫十 全部都是油 哈哈哈哈 再来试一下 这个 好凌豆腐 好凌豆腐 要点这些 鱼露 鱼露来的吗 鱼露和韭菜 这些 潮州小食 没有 我经常吃的 因为公司附近 有一个餐厅 经常做 叫个可粉 都可以配这个 我经常会配来试 试一下 嗯 外脆内暖 其他我未吃 我不知道 这个和我公司留下吃的 那个比 就好像差了这些 老实实 它是可以做到外脆内暖 不过里面 不算是极乱那种 嗯 有些是做到好像里面 极乱 不算是极乱的 不算是极乱的 炸豆腐的 炸豆腐的 很难做得难吃的 嗯 我们再试多一块 也是这样 这个是咸的 鱼露就咸的 加些豆菜 嗯 最后来试炸蚝鲍 我吃过最好的蚝鲍 是在潮浩 和以前老板一起吃 哇 真是绝到 我无法形容得到有多好吃 这个看上去 刺子里 我先头所说 吃过最好的 很多蚝鲍 而且看见它里面 亦有很多蚝鲍 我们先夹下碗 这个都是鱼露 应该是鱼露 试试 未试味 应该这个都是鱼露 来的 我们点鱼露 一齐 声声臭臭就是鱼露 是的 让我闻一下味 没错 就是声声臭臭的味 就是鱼露 哇 看看这个 多少 多少蚝鱼露 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们去奔城 专门找店铺去吃 蒲诺 炸得很厉害 但是炸得很厉害 不知道这里会如何 看上去没有奔城吃过 那种炸得很厉害 那些层次出来了 味道的层次 因为大家要知道 生蚝是会有少少腥的 然后呢 蚝鲁是会有少少有脆的 这些粉呢 是软厚的 木薯粉 哇 吃下去很有层次 虽然 真是未必比得上 我刚才所说 吃过最好的潮蚝 但是它已经有很多料 而且大家想想 潮蚝多少钱 潮蚝188 我估 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这个蚝鱼 多少钱 28 甚至18 我都不太记得 木薯粉 这里不会只是用木薯粉 来充餐场面 这些 牛肉少一点 牛肉少一点 不过都很好吃 而且千万不要质疑潮山人 处理牛肉 我们自己做 静蛋来炒 甚至乎 我觉得这个牛肉 比上星期更好吃 这个 这个牛肉少了些 上星期那裡 价钱 价钱 在广州 很多宵夜店都有这个 这些多少钱 20多元 好像是 28元 我以前 我以前和朋友 去吃宵夜 他们最喜欢点这个 因为用这个来点 一路喝啤酒 一路吃鱿鱿干 是那种 是那种 应该是烤得很脆的 不是 本身都是鱿鱿干 然后再烤 嗯 他们用一些鱿鱿干 的干 其实是 土油 你看 现在大家看上去 表面好像 哇 好像 蒜骨 它应该会很咸 很多盐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保证 我一个这么怕吃咸的人 他一点都不咸 是真的 这个 这个 比我 以前和朋友 去吃宵夜 曾经吃过的 烤鱿鱿干 它好像没有烤得那么焦 没有烤得那么脆 但是 吃起来的话 味道不错 有牛肉味 简直 就要吃 吃 они 吃全部够到 мяс鱿鱿进去 喔 慢慢喝 哇 滚 我也是知道 其他人说 这个是潮州 潮三毒药 應該放在一只蟹便可吃 哇 蟹不敢 厉害 快要吃 蟹 诵药食了 我认为还有一个解释 蟹的没有解释 有几种 叶虾 叶蟹 叶丝堪 叶丝堪和叶虾 我敢吃 叶蟹真的不行 叶蟹更鲜 前几天我看有一个北方的博主 就是吃潮州的叶蟹 它不算叶得很厉害 但是很新鲜 很新鲜就是什么呢 叶蟹拿来好像是四只 它说它花了一千多元 不知道了 因为它有广告 咬到口很爽很爽 真的不是开玩笑 这些 好像做这个 它是要拿滚水轻轻拖一拖 要拿滚水轻轻拖一拖 就不是直接这样 拉上来就让你吃 就是不能过一阵 一过了就不用付钱了 不是 它会缩 哦 即是收缩一块 哇 再来 这里还有辣椒 还有辣椒 试试有辣椒的会有多辣 刚才说过这个店铺是做了贵州菜 看来很辣 嗯 这个有辣 不是有辣 是非常辣 哇 人家说辣椒越小 就越辣 嗯 我们再来试个蚝饼 看上去 它一件的尺寸 是真的拍得住我的手 小一点 那说会不会我们两个 今晚回去肚痛 早几年吃就说年轻 现在不年轻 我们刚刚吃完这一餐潮州菜 大家觉得如何呢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价钱十位 CP值高 看上去的价钱不算極低 18元 20元 那种 但是大家看到那份量是多厉 尤其最过瘾 就是吃那个丝痕 整盒都满了 每种味料配搭得非常之好 它又有蒜头的味 又有醋的味 亦都有一些辣椒的味 不会味料之间 有任何种抢过 丝痕那种鲜味 另外第二味 我最喜欢的菜 就是它的豪乐 大家看到 起码有一个9吋的披萨 那么大 不单止 而且它上面的豪 亦都是份量很足 虽然它不是一些 很大很大粒的豪 因为大家要知道 吃豪乐 它的豪是不会用到很大粒的 整个豪 整个豪乐 是铺满的 起码我觉得会有 30%是放了豪 而如果我们去外边吃一些店铺 他们的豪乐 可能只会用到粉会比较多 豪会比较少 可能偶尔一两粒很大 来冲创场面 但是这里绝对不会 它的豪是份量很足的 另外那个普凌豆腐和炒粉条 它的份量也是非常足 普凌豆腐一般货式 不算很突出 但是它也可以做到外脆内乱 粉条看到的份量也是这么大 大家要知道 其实我们刚刚在白银山 走完下来 我们两点多钟才吃完 来到这里 其实我们还是很饱 但是看到这么漂亮的美食 都忍不住吃多了一条 至于酵魷是用土油来做的 土油价钱也是不便宜 因为我们刚刚吃完 很多食物 很多美食 魷魚就只能打包回去 魷魚的好处是 可以打包回去 还当零食来吃 我们今天吃了这么多东西 明天我想要吃一日粥才行 好了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的全部浪漫了 很多谢你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拍得挺好的 请你给我一个like 点击屏幕右下角 订阅频道 我们每天都会有影片更新的 拜拜 我觉得手机可能会更清 应该是相机最清 有没有什么模式 不可以 不可以